這邊有007 產線人員工資之合 這個範例 請各位按右鍵下載 或者你把它打開來 直接下載它就可以了 這個傳上去 你會發現 這個圖示 剛剛我們是有轉換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轉換 沒有轉換的話 主要是我如果只是備份 sale上去 那特別是你傳上去之前 你就不要轉換 因為你轉換就變google試算表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拿捏可能要針對你實際上的應用 像剛剛轉換是因為 我們要破解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把sale檔案放上去的話 那這個地方 你就直接保留原來sale 那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開起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開啟這個練習 那我們希望做出什麼效果呢 就是把那個 產線 什麼叫產線人員 也就是說這邊要產線1 產線2 產線3 甚至要產線4 剛剛是 就是固定的名稱 可是現在很麻煩 前面兩個字一樣 但是後面的字不一樣 而且後面可能 產線1 2 3是 還不知道是不是有11 12 13 對不對 如果11 12 13的話 就可能兩個字 產線 可能有一個字 也有可能兩個字吧 因為可能如果產線多了的話 像大公司 可能產線不只是 各規數字的 可能兩位數字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要把這些全部的加總加在一起 那如果用剛剛我們講過的那個規則的話 基本上呢 如果用3米符來做的話 這邊會可能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Range這個範圍 對不對 然後呢 Criteria 找什麼 找產線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產線 那產線 我總共能產線 1 而且 或者是 欸 是 連擊嗎 那你要1 2 3 4 5 6 7 8 還不知道幾個 還好這邊只有3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Criteria能辦 那加總我們知道 加總把這個工資加起來 所以這裡的話 Criteria 你可以怎麼做 我教過一個方法 其實還蠻簡單的 產線 對 那特別注意喔 在Criteria 這個Criteria 其實Excel函數裡面 它支援一種所謂的外用資源 不知道各位知道外用資源 外用資源 外用資源通常是我不知道什麼字 你可以用問號 或者用百分 這個STOP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這兩個都可以喔 OK 那這個所謂的問號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後面有一個字 那我就一個問號 如果我兩個字 那就兩個問號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比較精確的 你一個字就是一個字 兩個字就是兩個字 你不能一個字或兩個字 不行 你如果打一個問號 就一個字 如果兩個 那你就兩個問號 這第一個 但是呢 如果你不確定說 你到底前面幾個字 後面有幾個字的話 那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信號 信號就不管了 反正呢 你一個字兩個字三個字 都可以啦 反正管它幾個字 只要你的開頭就是產線 那我就幫你抓出來 這個用法 這個用法 再不只是sumif 很多像conif也可以 像什麼什麼if也可以 Averageif 反正只要是什麼什麼if 它都有支援 OK 而且是參數名稱叫criteria 都可以 我們試一下按確定 OK 那你怎麼知道 對還是不對 基本上就是這個 當然 驗證的話 你自己再想辦法驗證 就是 或者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把它 你可以是把它排序一下 然後按照 部門排序 然後排完序之後 把這些加總起來 所以你這邊可以把它 再加總 加總的範圍就是這幾個 打勾 沒錯 OK 不過如果說你用排序 當然有缺點 你要再排回去 排回去 你勢必你要記得 原來怎麼排吧 原來怎麼排 不知道 只能control自己 control自己又恢復了 OK 那怎麼辦呢 你做完之後 把那個記錄下來 然後再重新打上去 這樣好像也可以 可是感覺好像沒那麼厲害 OK 好 第一個就是 用什麼呢 用sumif的方式 記得喔 關鍵在這裡 加一個start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 用問號勾不可以 打勾看一下 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產線剛好123 都是一個字 沒問題 然後當然喔 這邊人生性的 有一個可能 又稍微困難一點點 如果你這一題喔 你不用sumif 可不可以用VBA呢 可以啊 可是 怎麼做呢 有點難度 按下它 一樣可以得到結果 可是喔 這個程式就會稍微麻煩一點 那我的邏輯是這樣 我也是跑個回圈 假設我今天有個 有個那個變數 我自己取個名稱 叫sum 預設值等於0 for i等於2到11 或者最下面的列 那做什麼呢 比對一下 如果它的前兩個字 是產線的話 就幫我把它的C欄 的這個數字 怎麼樣 累加到sum sum的話 就變成什麼 如果是的話 就sum 等於什麼呢 sum本身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 就是sales什麼 sales的I列的C欄 把I列的C欄 累加 加完之後 存在前面 這個就累加的概念 不過有些同學 可能對這個不太熟 那這個我想各位先想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程式當然我在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 各位先想這個 待會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它寫出來 如果可以 如果不行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一定是先開一個 你的Visual Basic的環境 這個大概開起來 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 特別注意 在你的專案總管裡面 會有好多個檔案 可能因為我們開了好幾個檔案 特別注意 請注意一下 因為常常有同學 就是沒有看 就隨便按右鍵 或者是看到 好像哪邊是白的 就直接 看到 直接看到 就點開來 然後就把程式寫在下面 就一寫 執行還可以執行 可是你關起來之後發現 奇怪為什麼我剛剛做的東西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你存到別人的檔案裡面去了 為什麼 因為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個檔案是這個名稱 對不對 它的VBA的Project 也會告訴你 名稱 但是如果你寫的位置不對 它就寫到別人家 所以特別是一 請注意啦 因為這個好像共通的 常常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我的那個程式寫完就不見了 所以你看一下 一定要記得 在你的專案總管裡面 名稱是不是Match Match的話呢 才OK 如果不Match的話 請你注意喔 第二個是按右鍵 如果裡面沒有模組 你就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一個就可以了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在這裡面再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呢 我這邊叫做 用這個名稱 產線人員之總和 那再來我就撰寫我要的程式 那撰寫程式的邏輯 我剛剛講過了 也許我這邊增加一個sum的變數 sum的這個變數名稱 是我自己取的 反正這個名稱 你不一定叫sum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你叫A B C都可以 然後我需要寫什麼呢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有沒有 那這個按enter兩下 next 這個都固定的 那第幾列到第幾列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 2到11嘛 這邊都有 那做什麼呢 判斷 前面有寫過嗎 if什麼呢 我的 A欄裡面的資料 A欄裡面資料的前兩個字 那我可以用什麼 let 刮符 告訴他說 在sales裡面的 I列的A欄 痘點 兩個字 後刮符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產線這兩個字 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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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en and if 那你會發現 前面好像都寫過 for next if and 如果呢 他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幫我做什麼呢 幫我加總起來 sum 等於sum 加上什麼 加上的是 他的c欄 那其實比較快的做法是 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sales 這邊 把它 cnt鍵按住複製 把它改成c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後面的加起來 加完之後呢 再幫我丟給前面 丟給前面 存起來 OK 然後最後呢 他跑跑跑跑 只要是 前面兩個字 是產線的 幫我加 加完之後 最後要做什麼 把最後的sum 的結果 丟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如果是固定的話 你就寫一個什麼 range 那個什麼呢 哪個 1 2 這個儲存格等於什麼 等於sum 就可以了 OK 程式寫完了 應該看得懂吧 那我們來直接執行 其實結果 OK OK 有沒有 但是有時候跑太快 如果你 因為這樣跑完 怕有些同學 可能還 腦袋 因為有時候 你的腦袋 沒辦法轉那麼快 結果 出來了 為什麼 好像還跟不上 沒關係 你可以按F8 或中斷點 這樣也可以 或按F8 逐行去跑 sum等於0 現在預設值 當然你不加這些 還沒關係 因為 變數的初始值 通常也是0 通常啦 你加了之後 至少比較知道 反正我先試個初始值 OK 然後再來的話 for i等於2 所以現在會去抓什麼 抓這個 來比對一下 抓第二列 A2 比一下是不是一樣 4 那這個時候它怎麼樣呢 它會幫我把 它這邊的工資 4903 加上0 加完之後呢 放在我們的sum裡面 所以這個sum 有點像剪貼布 蓋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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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被蓋掉 所以呢 新的就把舊的蓋掉 有沒有 所以按F8 它本來是0對不對 現在變得多少 4903了 應該有這個概念吧 我是覺得這個 我以前講過 我就直接shoo 就講過去啦 不過後來發現 有些同學對這些 這其實不是很困難 如果你懂的話 如果你不懂 覺得好像卡住 所以我特別 稍微講一下 然後呢 再來 NAS NAS是不是 不是 跳過 有沒有 然後呢 再NAS 再來就變 I等於4 所以A4 A4 是不是呢 4又進來了 因為sum 現在呢 等於4903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呢 這個3906 有沒有 加上 加完之後呢 再丟到前面去 然後呢 舊的又被蓋掉了 所以 加總的結果 有沒有 8809 所以一直累加啦 應該可以懂那個概念 之前好像 還是很多同學不太懂 我是覺得好像很簡單的 不過因為 你會寫的 你就覺得很簡單 你不會寫的 好像就覺得 處處都是問題 不過沒關係啦 你們真的有問題 可以盡量問 沒關係 因為我真的也不太知道 你大概哪些不懂 你也不要不懂 裝懂 因為這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寫不出來 是因為 你以為你都懂了 但實際上你好像都不懂 叫你開始寫 就卡住了 因為你其實都是用 好像懂的 來 來 這個 這樣最後的話呢 就是一直把它加加加加 加完之後的話 因為它一直跳 跳完之後的話呢 那結果 跑完到NAS到11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離回圈了 OK 然後呢 我們就跳離了 最後呢 這個數字 就會把它怎麼樣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結果就完成 那當然我講過了 盡可能的寫錯的 一 說牌一定要 二的話呢 把什麼呢 我剛剛的註解加上去 所以你們在雲端上面 應該會看到 我有加註解 有沒有 那至於註解怎麼寫 沒關係 你愛怎麼寫怎麼寫 主要是你看得懂為原則 OK 我是用12345 反正順序表示 OK 所以這個程式的話 在雲端上也有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 順便 就是順便講一下那個 累加累加的方式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自己 要去撰寫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能在內建函數裡面 沒有的 那你要把它變出來的話 剛好是需要 不斷幫你累加什麼東西 那你可以透過 剛剛講的 那基本上呢 剛剛的程式裡面 不外乎就是一個 復回圈 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頂多 可能你們比較 不熟悉的就是累加 後面加完丟到前面 蓋過去 後面加完丟到前面去 最後再把結果 輸出到某個儲存格 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這些都不用死背 那我特別強調就是我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直覺的 你想的 就是照著畫面上的步驟去做 基本上程式也沒幾行 這些也不用特別去背它 不過 還是一定要找個時間 不要看程式的情況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程式打出來 如果可以 那恭喜你 除了打得出來之外 也要熟練 OK OK